人群網路公路客運票價 近年化工要去價 最不夾到交通部 用保貼入借的方式 讓這個票價不可以去 現在國土客運入借 因為載不到本籍壓力 申請要去價分作兩個部份 其中一個是塞在白面公路 照公路客運要去17.17% 希望交通部同樣可以保貼 另外一個部份是塞車塞在國土落單 因為落單比較紅 本籍吃油也吃比較凶 因為這樣 另外還有國土的過路費部份 差不多暗算會起兩下 針對這個問題 交通部回應說 同意入借來調整票價 接下來會用保貼入借 票價控制來保貼 不要給民眾多貸錢 不過相關的設計也不確定 跌轉運站等車準備要坐客運 國土客運最近團說不去 去年一年油價又上漲 然後勞動基準法十四週一日一休 使得去年一年 國道客運都虧損了一累 公路客運今年就歡迎 成本的壓力 坐車的費率 一個人一公里 為兩塊牛市 丟進到三塊四百 去17.17% 因為交通保保貼 才沒去 現在國土客運 入借是在動不下 希望邊邊的路段 不要跟公路客運一樣 去17.17% 有交通保來保貼 如果這樣客運 在國土吃油更加凶 公路坐車的費率 要去多少錢 才有夠成本 入借又要討論 至於說國道 純國道部分 上漲了二十幾% 那這個因為 每一家國道客運的成本 都不一樣 可能要經過 CRF機制的審議 國道客運因為 代替國體 少人客 心理變化很難做 倫理身份增加 和公司各界派經營 高通保一直 強調客運的 批票沒起價 現在大 沒有討論 報題的問題 也會協調 入借 撒聯合英文 計位 我們交通部有修改 那個補助辦法 所以這個不會造成 旅客的負擔 撒聯合英文計位出來 正合作有的北台 給白板 還有考慮 高通保 用心幾位 比不用批票 起價 增加民眾的負擔 記者綜合報道